后悔药难求 资料图片 Pixplay 任何事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过的每一件事承担所有的责任 因果不需举头三十有声明 北宋明像扣准有六悔名 教人要及早觉悟悔改 虽然找不到后悔药 但是却有预防后悔的道理 资料图片 Pixplay 六悔名 观行私区施实悔 腹部检用拼实悔 亦不少学过实悔 见识不学用实悔 最发狂言行实悔 安不将习病实悔 人心虽是难测 资迪神目如电 资料图片Pixplay 一观行私区施实悔 古时有千里做官 为了吃穿的说法 也有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 不管如何 举头三十有神明 做官当已公信 民众为本 不能因个人的利益或喜怒有所偏失 虚忽 否则 东窗事发时后悔就晚了 成有勤俭 拜由奢 资料图片 Pexplay 二 腹部简用 拼实毁 做施山空 不知勤俭 结约 只是一味奢侈浪费 很快就会由富裕 转向贫困 由贫乳负义 由奢侣贱难 过惯了大手大脚的舒服日子 一旦窘迫 不但物质上感觉匮乏 心理上也接受不来 副时有人进 跪时有人捧 回奖以前的风光 毁之晚矣 少壮不努力老大图伤悲 资料图片 Pexplay 三 亦不少学 过时毁 年少学艺 事半功倍 少年时头脑敏锐 精力旺盛 容易接受新鲜食物 可以奠定一身知识和记忆的基础 如果年少时懒惰 荒息 只能是一头白发催浆去 万两黄金买不回 多少人想到青年时期荒废的时光 后悔的老泪综横 时光宝贵如斯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书到用十方恨少 资料图片 Pexplay 四 见识不学 用识悔 书到用十方恨少 经一世 常一致 在生活实践中继续保持旺盛的求知精神 风事就流行 不懂就向专业人士请教 随时学习 储备实际经验 会使人 更成熟 人只有在拒绝学习的时候 才是真的老朽了 领导用时 懂得少的人 难事就多 难免后悔 俯祸无门为人自焦 突变来源 Pexplay 五 最发狂言 行识悔 就能乱性 平时不敢说的话 最久后就侃侃而谈了 平时不敢做的事 最久后就勇往直前了 应许九招来祸患的势力比比皆是 狂和烂瘾 痛快一时 酒壮耸人 狂言妄语 胡言乱语 出怪漏臭 醒来不声懊悔 杰身字号 甜蛋逍遥 资料图片 Walking a dear Mary Overturn 六 安不将习 病失毁 人在生病时多会反思 后悔自己没能按时作习 老一结合 可惜病情一旦好转 就太赋懵 依然过 名利的计较 所谢的操劳 酒色 纵欲 不加节制 晨昏颠倒 不烧安息 等到身体持不消 又开始生病 再开始后悔 如果没有病时 就想想生病之苦 心态就会变得平和 妄求就会减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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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